大家好,欢迎来到克拉格茂电视台。 今天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 乌克兰总理阿尔谢尼亚才纽克是北约代理人吗? 德国畅销书作家兼记者格哈德·维斯尼斯基在他最近的文章里描述道, 继乌克兰武力政变以来,担任当时过渡政府总理, 也就是现任政府总理的阿尔谢尼亚才纽克其实是美国及其盟国的代理人。 阿尔谢尼亚才纽克成立了开放乌克兰基金。 在该基金网站合作伙伴一栏, 人们可以清楚看到究竟哪些组织机构为此次政变提供装备支持。 以下摘录出部分提供支持的组织,分别有黑海信任区域合作联盟, 这是一家来自美国募款的基金。 其次,查塔姆研究所,其正式名称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这是一个位于伦敦的非盈利、非政府的智库组织。 其使命为分析国际事务与实施。 该研究所由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北约、欧盟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提供资金。 再次,北约本身,北约专门为乌克兰成立了宣传北约信息文献中心。 另外,还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由美国政府资助,致力于促进外国民主的组织。 对该基金会成立具有巨大贡献的艾伦·温斯坦表示, 今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以前,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完成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外交部本身的印章也赫然出现在新任总理阿尔谢尼亚才纽克的伙伴名单上。 以上,种种事实联系表明,阿尔谢尼亚才纽克,作为乌克兰的新任政府总理, 并不代表乌克兰本国人民的需求,而是代表着西方各国的利益。 欢迎收看本期栏目,下次再会。